好 那么来写一个demo 快速体验一下 来思考一个场景 浏览器呢 给我们发送 Hello请求 我们给浏览器响应一个字符刷 HelloSpring Boot 3 这个呢 是一个典型的web开发 如果呢 是我们以前 利用Spring Spring MVC 这些框架来做 我们要怎么办 先来创建一个web项目 把Spring Spring MVC这些炸包 导进来 然后在web插面里边 要配Spring的容器 要配Spring MVC的 Dispancher Sublet 配置文件呢 写一大堆 写好以后呢 我们再来开始 开发我们的controller 写getmanping 处理请求 然后返回数据 整个流程呢 会非常麻烦 那有了Spring Boot 整个流程怎么做呢 来参照Spring Boot的官方文档 305号 就来看它的官方文档 在这一块呢 geting start 我们这个入门 点过来 在第四章 专门有一个呢 developing 开发我们第一个Spring Boot的应用 那按照这个文档 我们要做的第一步 当然我们先来创建一个项目 点开 那这个为了方便期间 我在这呢 就直接拗一个 我先拗一个空项目啊 我将来把所有的Spring Boot的 实力程序 我们都放到这个项目里边 将来给大家共享到 get仓库里边 大家都可以下载来 好 我先来创建一个空项目 这个不算 好 我们接下来想要启动 一个真正的web场景 想要创建应用 做出那个功能 怎么做呢 在这右下 我在这个项目下边呢 右下 new一个model 好 我创建一个模块 然后呢 这个model呢 我们首先创建一个manman项目 我呢 给它起名叫 boot301 我们demo 好 我们先写第一个demo 这是一个manman项目 GDK版本呢 一定选17 如果呢 你当前没有JR17 那你就在这 download 在这呢 选中17 随便呢 下载一个 推荐呢 下载eclips 这个东西 点击下载就行了 好 我在这呢 之前已经下好了 这是我们的demo 选中我们用Java语言开发 manman 好 JavaGDK是17版本 来 我写上我们的坐标 com.ant.gr 我们的第一个项目 boot301 demo 我来创建出来 好 我做的第一步 是创建了一个非常简单的manman工程 对吧 然后呢 我想要做刚才的功能 怎么做 参照官方文档 我们要做的第一个功能就是 先创建一个manman项目 在manman项目里边呢 让这个manman项目 继承一个副项目 所以我在这 直接把它复制过来 这是一个paramon的坐标 这是sprayboot 副工程 我呢 点击刷新 在这呢 我只要写了 在这点一个刷新 让它呢 把这个坐标导进来 整个导入期间呢 可能会有点慢 一次呢 可能要下载 好 我们现在呢 把这个parent复制过来 这是我们做的第一步 我们所有的sprayboot项目 所有sprayboot项目 都必须继承 所有sprayboot项目 sprayboot项目 都必须继承 字 继承字哪个呢 我们的sprayboot的副项目 就是这个sprayboot starter 把这一步做好以后 加来就简单了 因为我们现在呢 要开发一个web功能 所以加来看文档的第二步 第二步呢 在我们内路径下 添加一个依赖 这个依赖呢 就叫sprayboot starter web 我直接复制过来 这是第二步 我们以前介绍sprayboot 我们就来说 当然这刷新一下 以后你想要开发什么功能 是不是引入人家starter 就行了 所以这是我们见到的 第一个starter 叫web开发场景 web开发的场景启动器 所以我引入了一个starterweb 这个呢 所有跟web有关的功能 就都进来了 可以大概看一下 你看web开发的 所有相关功能 我引了它 然后呢 它引了jason的 tomcat的 因为我们整个sprayboot 还切入了tomcat 对吧 所以包括sprayboot 这一套都有 所以把它一引以后 web的所有场景 就进来了 接下来第三步 就可以直接编写我们的代码了 就像以前一样 你该怎么写 getmanping requestmanping 就写就行了 但这个代码呢 我为了好看期间 我给大家这么来写 整个呢 我来先写第一个程序 叫com.ant.gr 我比如呢 就叫boot 我叫man obligation 大家一听 这个呢 就叫主程序 这个呢 是启动sprayboot项目的唯一入口 启动sprayboot项目的主入口 主入口程序 这个呢 只有一个 你随便叫啥名都行 然后呢 我来写一个man方法 sprayboot应用要怎么写呢 记录一个写法 叫spray应用 spray application 点跑起来 roll 对 跑起来 然后呢 把它给里边一放 这个相当于是我们主程序 然后呢 把这个args给里边一放 固定写法 这个呢 就是sprayboot应用的启动代码 当然 一个核心注解 在sprayboot应用里边呢 你需要标一个注解 叫sprayboot application 明确的告诉 我们的sprayboot 这是一个sprayboot 我只需要呢 一个注解 就行了 那我们这个应用能不能起起来呢 我点击启动 测试一下 所以大家会发现 整个呢 没有那么多复杂的配置 甚至tomcat 啥的 我们也不用引入 人家都自动整好的 tomcat也在8080 启动起来了 来访问一下 localhost 8080 回车 我们发现呢 这个应用默认访问呢 是一个404的这个错误的白页 这个很简单 因为我们没有写任何请求去来处理 所以我要完成那个功能 我来写第一个请求 就像我们以前一样 直接开发业务代码就行了 我来写一个controller 比如我就叫hellocontroller hellocontroller呢 我们来写第一个方法 public string 叫hello 因为我们要处理浏览器的hello请求 所以我来标识住 它呢 getmamping 它要处理一个请求 这个请求呢 就叫hello 然后呢 我们要给浏览器返回什么呀 返回这么一串字符串 叫hello spermboot3 就把它复制过来 因为我们要给浏览器返回的是一个存文本 所以我标注response body注解 当然 我们来说 这个呢 是一个controller处理器 因为我们未来可能所有的方法 都要给浏览器返回json或者存文本 所以呢 我可以把response body标注在这 代表这个controller的所有方法 都是来返回json或者存文本数据的 而不是跳页面的 但这两个注解呢 又有一个合成注解 叫啥呢 rest controller 这个估计都是大家以前的知识 点过来 大家会看到rest controller 就是controller和response body的合体 好 那我就把这条个除掉了 也就是有了spermboot以后 我写一个主程序 能把应用起起来 以后我该怎么写业务逻辑 我就开始来写controller service就行了 测试一下 启动 接下来发送hello请求 看能不能实现效果 发送hello请求 你发现实现效果 非常简单 要开发这么一个应用 只需要呢 导包 然后配置都不用写 写功能就行 当然 我们说spermboot 它还能简化部署 怎么简化部署呢 我们可以这么来做 在spermboot官方文档里边 还有一个 我们可以创建一个可执行的炸包 把这个呢 再导入进来 这是一个插件 好 我们在我们的这个项目里边 泡文件里边 来导入一个插件 这个插件呢 就是spermboot官方提供的应用打包插件 spermboot应用打包插件 有了这个插件以后呢 我们接下来把这个应用进行打包 打包呢 那我们就在main这边 我们来运行 我们的一个main指令 叫cleanpancage 好 我就把它进行打包 先清空再打包 我选中cleanpancage 进行打包 打包好以后 我们来看 打包后的东西在哪呢 我们这个ideal呢 没有显示 大家呢 点这一块 点这有一个tree 让它呢 展示这些被排除的文件 在这个target目录里边 点开 大家会发现呢 这就有一个炸包 然后呢 我来把它在文件位置打开 就是这个炸包 我们来假设 把这个炸包上传到 装了扎尔时期的Linux服务器上 我们就可以直接来运行了 都不用在服务器上装他们开的 我来试一下 当然运行之前 先把我们这个项目停掉啊 要不然会有冲突 单口冲突 好 我写一个java-炸 然后boot3demo 回车 哎 我们发现呢 这个应用启动起来 而且呢 Tomcat在这呢 也起来了 8080单口 我们同样的来访问 也是一样的 刷新 也可以访问 所以我们会发现 整个部署也会变得简单 打个包就行了 包括我们之前说的运维 如果我突然在线上期间 我想要改变这一些配置 假设啊 我们线上 把我们的这个应用 放到了app目录下 app目录下 哎 我这行吧 我这之前可能有个app文件家 我就叫appdemo 我假设呢 把我们的springboot应用 我放到了这个目录下 这个应用呢 假设正在运行 我cmd 还是来java 刚炸 把之前的那个应用关了 来重新运行 好 来稍等 这个呢 正在运行 刷新 没问题 我讲是想要改配置 这个配置呢 如果我想要改端口号 是8080 因为我们这个应用呢 默认启动站的是8080 不过想改它咋办 以前呢 是可以在 我们整个应用里边 找配置文件 在哪一块我来改 现在springboot 外部画配置 非常简单 你只需要在外边呢 创建一个文件 叫application properties 有了这个文件以后呢 springboot 整个应用 所有的可配置项 你都可以在这改 比如我在这修改一个 我们提前说 有一个呢 这么一个配置 叫servor.port 我们一听 是不是就是单口号 我写一个 8888 所以我在这一改以后呢 我一关 然后我来重新 启动这个运动 好 停掉 有了springboot以后呢 只需要在外边 写一个配置 然后呢 直接把这个炸包 重新运行一遍 再来看 项目在哪启动呢 哎 我们发现呢 日志打印 是8888 端口 我们再来访问 以前的8080 就访问不通了 因为我们现在 变了端口 8888 哎 整个呢 现在又是通的 所以呢 整个开发 运维 部署 都变得呢 非常简单 还不得了 诶 诶 诶